大家記住不要說手鍊斷了就說撞到東西才行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每天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一般來說我們的手鍊 戴著手鍊 如果它斷了只有兩個可能 哪些問題呢 第一就是我們這些裡面是橡筋 第一要記住它們是會有損耗的 為什麼呢 在科學的角度來說 我們經常去蚊子 它裡面會多一點煤或濕水會脆 有時甚至會出現一些絲質的起出來 好像我們吃魷魚絲的絲質起出來 這個訊號就是說你是需要更換的一條 更換新的橡筋 另一個非科學的角度 就是我們經常說戴右手的黑色系列 黑曜石、黑碧西 這些東西 如果突然間斷了 好了 可能是屬於一種靈異的問題 又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能量 令到它一聲斷了 千萬千萬不要去撿它 它幫你擋了一些東西 充滿了負能量 我們用腳或鞋 輕輕撥在一邊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 Pieter Sir 這些有顏色的手鏈 斷了怎麼辦呢 這些呢 如果你在街上 都盡可能不要撿它 就像我剛才說的 找一雙鞋 輕輕撥在一邊 如果你是在公司 或者家裡 或者室內的地方 你可以撿回它 再重新穿過 但是記得 你撿了之後 要做什麼 消遲淨化 重新連結 這樣才可以的 所以 有些是可以撿回 有些千萬不要再撿 不要再用了